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冯爷 青山道那两个店铺已经转手了 账面上我们赚了三千五百万 对了 北角半山好像有个新楼盘 是啊 给我找个高层单位 全海景 价钱不是问题 我买来送给阿红做生日礼物 知道 冯爷 停车 这家店关门了 早就关门了 最近在对外出售 连这块地一起卖 我这辈子第一次进店院就是这家 我记得当时我逃票 一个小子买一张票 一群小子冲进去 看七七七纵 七色狼 迪娜太正典了 我还记得你大哥呢 就在那边等我散场来砍我 你呢 当时只有七八岁 拿个比自己高的棍子 在后面喊打喊杀 结果呢摔倒撞破了头 那佛爷你跟我哥也算是 不打不相识啊 然后他就跟着我 他很能打 帮我打遍尤坚旺 我有今天他功劳最大 可惜啊 他死得早 谢谢佛爷一直以来 照顾我们一家 没你我也做不成律师 扎眼几十年 买下来 买什么佛爷 这家电影院重新开张 以后我跟你呢 每天都有黄片看 多少钱 也可以 不过亮星前阵子 跟业主联络过 好像对这里很有兴趣 我佛爷要的东西 说要就要 谁能阻止我 黑门 像是 我们说 要不我 你不肯定 你不肯定 有点 你不肯定 有点 一肯定 帅哥 你不是 你怎么 这么容易 你是不是 新风影院我要 你别碰了 佛爷对老电影院也有兴趣 我从小到大都在那里看电影 留下的脚毛比你头发还多 要说谁有资格买就是我 我不让你吃亏 给你二十万当利息 现在打发乞丐都要五百 给我二十万 你知不知道那块地 我可以赚几千万的 两件吧 你是不是又不听话了 那所以教你们做人呢 没有钱就别学人家做生意 你给得起钱 业主自然会卖给你 你跟我说工我屁事啊 谁说我没有钱啊 我不像你那么蠢 我们两个抬价只会便宜业主 二十万不够给你三十万 要不我给你三十万 你不要跟我抢了 你耍我啊 我告诉你 这家影院对我很有意义 我妈怀着我的时候就经常去看 所以我要买下来 送给我妈当生日礼物 你没出生就看过电影 所以说你呢 佛爷 你想买电影院吗 油麻地的家吧 总之新封影院我要定了 不然的话 我剩下的这只耳朵 又被我老妈拧下来了 说完 走 等不及了 新封影院马上买下来 你怎么会找到这儿来 佛爷 有什么事回公司再说吧 买电这么大的事 我要和董事商量的 问了没有啊 有些董事不在香港 我要等他们回到香港才能开会 等 等 等 还要我等多久啊 你是主席 难道不能做决定吗 我们是上市公司嘛 买电这么大的事 不能儿戏的 我叫你做事 做不到 你是不是主席啊 你有没有记性啊 推我 事情办不成 还敢推我 你是不是想死啊 推我 动我 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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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佛爷 什么事 他快没气了 臭的怎么可以啊 掐你这么久都不喊救命 下次给你计时 看你能撑多久 致老佛爷 我对你 有一点 我尽力 这只能撑多出人的 这只能不能撑多了 三十六秒从九龙堂跑到这里 不错 什么意思啊 耍我 别这么说 我是想考考你的反应嘛 我跑到心脏病犯了考反应 那可是好东西啊 你学推拿啊 好啊 年纪大 骨质疏松 学这个东西好 你扔穿了板子 你叫老风抚穴啊 人体一共有三十六个死穴 有十一个是智阴的穴道 以你的资质 学死穴有点难 学智阴学道够你用了 你教我扔标 又是你说想帮四一柔的 是啊 但是不应该学厉害一点的吗 你这个人很聪明 眼力又好 眼观六路 不过你呢 手脚纤细 弱不禁风的 学贴身肉搏的功夫 很吃亏 学暗器最合适 谁弱不禁风啊 瞧不起我 那 脑户 封府 雅门 神堂 这些是智阴的穴道 只要你力度够 就可以弄晕对方 你试试 试什么啊 这些是什么都不知道怎么试啊 哎 等你练好了力度 之后再慢慢学学位也不迟 我就说中不了 练功精力要集中 你想想 平时你看见好处 就义无反顾地扑过去 那种集中力是什么样 六合彩 头脚 一定中 哇 真的中了 中了 看见没有 中倒是中了 不过你像是给对方扎了一针而已 窗可贴都不用贴 第一次是这样的啦 以后你要努力练习 不然的话 我怕等你练成之后 ZERO都要退休了 好的 谁啊 是我啊 麦根 小炳 进来啊 你的电脑呢 我修好了 是CPU太慢了 我换了CPU 现在没事了 谢谢你啊 小炳 还有啊 你电脑的内存不足 都卖了所有程序 所以我帮你加了个内存条 顺畅多了 如果我出去让别人修 肯定被载 这些加起来多少钱啊 不用了 我找师傅收就好了 那你帮我多收他一点 不行 之后他学费 也会多收回来 对了 我买零件的时候呢 看见有感应器卖 你介不介意 我帮你装个感应器在家里 就是那种有贼进来的时候 会响那种啊 会不会很麻烦啊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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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你装在大门口很快的 到时候感应器 会连接到我们的手机 真的有贼进来的话呢 他会发短信告诉我们 这样我们不但可以向师傅交差 也不用总是上来打扰你嘛 这样挺好的 好 好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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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厉害啊 居然自己包宁乐 我只能靠自己了 没有人帮我的时候 都得靠自己 给你的 给我 喝吧 我只能靠自己了 我听你的声音好像鼻子有点毒 我想你可能是感冒了 喝完这个很快就会好 麦根 你怎么不关门啊 帕克 麦根 来了 这位是 这是小炳啊 上次你见过的 他上来帮我修电脑啊 还帮我装感应器呢 真是麻烦你了 不会不会 你脖子上红了一块 你没事吧 你没什么事吧 没事 可能是早上做完运动 毛巾太脏 皮肤过敏了 那你要看医生哦 放心吧 过两天就没事了 关先生觉得怎么样 好啊 另外那两套也照这个撒起锁 好 没问题 很帅气嘛 你知道 听你的声音就知道 你对这套很满意啊 何况你在我眼中 每天都那么帅啊 过来这里 那这里呢 有九款领带 人吗 这怎么挺好 跟你们定了 你肯定了 你也认识 我跟你说 你好 我是帕克公司的董事 大家见了我都叫我一声佛爷 佛爷你好 我叫麦根 我跟帕克呢是好朋友 他呀带着我赚了很多钱的 佛爷 没事我走了 这套西装好看哪 脱下来 我要 这里有很多款西装 要不佛爷你先看看 我哪会选西装啊 你们有钱人 选的肯定差不到哪去 我就要这件 其实这套西装 是帕克量身定做的 适合他不一定适合你 谁说要拿来穿 我是拿来放的嘛 嘿嘿嘿 总之你要哪件 我就要哪件呢 但是 佛爷 你喜欢这套西装吗 我托给你 给我把西装拿回去 收到 我吩咐你做的事 你尽快给我搞定 电影院我要定了 再见 刚才那个佛爷呢 说话粗声粗气又很嚣张 他真的是你公司的董事啊 是啊 但是为什么他好像 存心跟你做对似的 其实之前有家老电影院 快拆了 佛爷很希望公司买那块地 但是公司的董事全部都反对 所以佛爷就因为这件事 整天来烦我 那你自己觉得那块地 值不值得买呢 我觉得不值得 不论位置还是配套 都很不理想 佛爷为了自己个人喜好 就要用公司三四个亿去买一块地 完全不符合成本效益 既然你是这么想的 就直接跟他说喽 你才是公司主席吗 我会的 有只小仓鼠 不知道是不是被遗弃了 他还会不会动啊 我看他应该还很健康啊 如果我们不管他的话 他肯定会死的 要不我们把他带回去呀 好啊 我们等了半个小时了 他会不会今天不上班 不会吧 再等等 在那儿 我会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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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久 都说了我很忙 是不是听不懂普通话 问你两句能耽误你多久 我想问问 你有没有阿坤电话或者地址 我干吗给你 我们过两天回香港了 我没有他电话 想通知他一声 有是有 不过没带 在家里 晚点给你们 我没有他电话 来 买了很多东西 来一块 有什么 没纸巾 什么都没有 上去再吃吧 有死了 你不吃我吃 真是的 好吃 你今天见完那个女孩啊 笑到现在嘴巴都合不拢 有 电话号码还没拿到 明天睡醒就有了 有了阿坤的电话呢 以后他有什么事 我都能知道 不用等了 我收到消息 阿坤回老家 出了车祸 被人送去台南医院了 他现在怎么样 我不知道 我买了车票 准备去看他 我钱用完了 你先借我一点 我马上去 是阿坤同志你 他进医院的 医院说的 他在哪家医院 说了你也不知道 你又不住在台南 大医院 你们不是有那个什么医保吗 进医院要这么多钱 那有些也要自费的吗 每个情况不同 没法跟你解释那么多 要不我们跟你一起去 有什么事多个人帮忙吗 你又不是台湾人 你能帮到什么 还是你不相信我 我不是不相信你 我怕你被人骗 我对这儿很熟的 怎么会被人骗 你不想帮我别勉强 卫卫 卫卫 我全取了这四万六千 不够再想办法 行了 坐出来再说吧 好像有点不对劲 你觉不觉得 你怕阿坤骗我 我不知道 是我欠他的 就算他骗我也无所谓 你会写啊 明天陪我去个地方 明天陪我去个地方 不是这个盒 是这个盒 你会写啊 我有个客人是中文老师 每次上来都要考我中文 看看 你写的是什么 别看了 老板催啊 快点把你想写的写完 接大单 贯大钱 最好那些目标一戳就死 那你还不如写 有人送钱给你花 好啊 你回老家 多赚点钱 这样的话 有多的呢 就寄给我花 好 怎么 我又写错字了 我不回老家了 真的 不知道表姨还认不认识我 香港毕竟还有个窝 那么多姐妹就 多打几份工 多洗两个碗咯 够交房租的 要是不够还有我嘛 我养你 你不要我养 我就偷笑了养我 当然不要啦 我是男人嘛 能让女儿养吗 一 二 三 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我们以后要重新好好做人 没错 不过呢 刚才买天灯花了两百块钱 我的钱昨天又给文文了 你不是说不要女人养吗 一两顿嘛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好漂亮 好不好吃 好好吃 你要捞下面的一起吃更好吃 是吗 是 挖下去 那个是不是阿坤 你不是回台南还撞车了吗 没有啊 我月底才回去啊 月底 那你没有撞车 你一直都在台北 对啊 那你有没有见过文文 没有 她没有跟我联络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认识了多久 你说啊 大概半年前吧 我把她介绍给弟哥 弟哥 你 喂 喂 干吗打人呢 别打了 你还是人吗 她只是个小女孩 她到处找人拿货 而且我也不知道你们认识啊 你还说 喂 喂 不要打 干吗打人啊 怎么了 那个弟哥是卖毒品的 文文肯定沾上了毒瘾了 那她骗了你的钱 我们去咖啡厅找她吧 找什么找啊 拿了钱还不走 还等我们找到她吗 不做 不做 喂 不是啊 这次的单子是个EC照 酬金还比以前多一半 我不会跟Zero合作 可不是吗 这么easy的事 要不要出动我Zero啊 你们不算是合作 各做各的 那人家金主指定要你吗 是啊 指定我跟那个疯女人一起嘛 金主指定要你做逼供 因为她知道业内你最好 Zero都比不上你 其实只是互相配合 那你 就负责杀目标身边的保镖 她呢 就负责对目标进行逼供 你不做逼供的吗 上次收少了钱 就是因为Zero 我不会跟她合作的 我也不会跟她合作 那是因为客户知道Dark Angel 最擅长逼供 其他什么都不如你 所以把最重要的事交给你做 你不会少收钱的 这张单的金主 最在意的就是这个 Jason Ho的秘密 所以你做的事最重要 收的钱也比肌肉更多 杀几个保镖很快的 五分钟搞定 我给你十分钟好吗 收工回来收钱 但是逼供不一样 快一个小时 慢的五六七个小时都不够啊 按鸟算 你的鸟心啊可是天价 到时候你大哥的身价又提高了 当然 天价是我Zero的招牌 事先说明 别让我见到他 我不要见到他 你们做的事 一前一后 一天一地 不见 不见咯 回何先生家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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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喂 喂 喂 你是谁啊 喂 回答我 你是谁啊 Jason Ho是吧 有人叫我问话 你知道我是谁啊 你还不放了我 合作一点就不舒服点了 你去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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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了 右手边有条路 进去上二楼 进去上二楼 你去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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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死吧 过庭 我不行 是 próxima 我不要 提私 你不能 ughters 用 是不是 是不是都死了 不行 我来坐一会儿 坐一会儿 小拇指都没受伤 你抖什么 没见过这种大场面 还是ZR的助手 那些子弹分来分去你不害怕吗 干这行早知道会这样 我跟我男朋友之前有几张弹差点死了 撕在一起好了 你男朋友也是做这行的 没他 我不会入侯 死有什么好啊 你想跟他一起死 人家没说想跟你一起死吗 他就是没跟我死在一起啊 但是我们的心是一起了 那他死了有什么好处啊 你说今天他能做个普通人不就好了 我们不是普通人 我们注定要做杀手 你没有嫁人吗 有没有想过你嫁人的感受啊 我没有嫁人啊 怎么样 有没有受伤 迷你人啊 不行就不要叫他来 来 我们走 怎么样 觉得好点没有 你做那些事你不害怕吗 有人死呢 是很正常的 有些人呢 出门被车撞死 还有些人走在大街上 就被广告牌掉下来砸死了 死人嘛 有什么好怕的 你说那些是意外吗 但是你那行是 是真的会死人吗 那些子弹到处飞 如果有一颗突然这样 我明白 你看见那些子弹横飞呢 就觉得很危险 干我们这一行 是很讲究技术的 那技术越高的话 就代表着安全系数越高 好吗 说得容易 说起来还得夸夸你 你挺有才能的 像刚才那样 随手扔一根铁钉 就马上打中了红心 你说再深一点 我都没生意了 这幸好他没子弹了 是的 是的 第一次见那种场面 确实很震撼 不过多见几次之后 就没感觉了 你很恨我吗 还想让我多见几次 不会的 总之呢 我以后一定会在你身边 好吗 说得轻巧 那这样 如果你害怕的话 以后别做我助手了 只做我女朋友 就好像现在这样 又安全又温暖 好吗 杀亮鸡嘛 亮鸡最近每晚都在酒吧 跟他小弟看球 去酒吧肯定有机会下手 Q病 我看好你啊 你去帮我解决他 断了气再走 收到佛爷 不过最近呢 刚好是球机啊 所以酒吧呢 会比较多人 比较旺 这样的情况下手 那你过了尾期再做好不好 就是球机亮鸡 才一定在酒吧 你要是不行 可以说 过了球机再做的话 电影院早被亮金不抢走了 你是个杀手 要不要我教你怎么做 要不要我叫人清了场 再请你做呀 嘿嘿嘿 怎么会呢 不需要不需要 多点几瓶香槟 你就多叫几个妹子 一会儿迎球拿来牵住 带着我 收到 收到 走 救命 老大 救命 救命 很晚 ji boobs 抓舔 就这 湖 很迟 前 OD 你们看 他很快 他的老眼 神 你 如果他老天 你还是不记住 对不起 我死定了 这件事亮金怎么会不知道是佛爷想搞的 他肯定会行动的 佛爷最近暂时没工夫管你 佛爷杀了亮金之后呢 难道不会来找我吗 显得我家也不能回 老婆孩子没法照顾 不知道还要多久 我这次真的完了 是不是帮你杀他就行 杀了他 给我钱 杀什么杀呀 警察有我的画像了 你杀了他 警察照样会通缉我 怎么都要想个办法 有没有想过跑路 怎么会没想过 我全家人都在香港 带着全家一起走啊 有没有问过其他人的意见 比如 方太太 我找过 不过 方太太没理我 之前自己跳槽 我是她也不理你啊 警方哪 有了QBO的画像 她这次麻烦大了 听说佛爷那边也放弃了她 佛爷有佛爷自己的处理手法 QBO是她的人 她怎么做 轮不到我们评论 她打过电话给我 但是我一直都没有接 做得对啊 你又不是她的经纪人 跟Oarback没有关系了 她这次搞成这样 全都是她自找的 贪字变成贫 她是不是真的没救了 我们这一行很简单直接 不是自己的事 不应该干涉 你是不是打算召回QBO 太棒了 这次真是谢谢你啊 幸好有你帮忙啊 只不过是把丸基黄酸钠 脂肪纯弥硫酸钠 泡沫剂 增容剂 香精 水 色素和防腐剂 放在一起洗杯碟 我强下 就说这个洗碟经里面 你是做过手脚的 我把成分比例调整过 应该会洗得更干净 厉害 真是没人比得上 你比你的好姐妹啊 强了很多很多很多倍啊 你这么比较 对她很不公平的 她又不是干我这好 我是说事实嘛 你知道你好姐妹有多忙了 又要带孩子啊 又这个又那个 不行 请人哪 还是要找专家才行 做她的姐妹 怎么会计较这些 我不是这个意思了 就像那首歌唱的 至少还有你 谢谢 搞定了 可以了 剩下的我来处理 这次真是谢谢你啊 谢谢 那我先去拿包 那我先走了 喂 是 我收到你的信息说 紫玫瑰有祸 对对对 我全部都要 是送人的 好好好 谢谢 为什么 是不是做了坏事啊 你们女人啊 每次男人送花给你们 就觉得她一定做了坏事才行 那是因为你们男人总这样 我觉得好看送给你不行吗 好不好看 还有这个呢 什么 拿来戴的 她表面上呢 好像是个饰品 能随身携带的武器 也会有她保护你的 没问题 靠她 你现在 是我们大名鼎鼎杀手界的头目 苏菲亚亲自交收的头目 她不轻易收徒的 她既然肯收你呢 证明你有特别的天分 就像上次那样 你随手顺便拿根铁钉 就下单了那个枪手 换过来 用这一个 我想她连用枪指着你的机会都没有 如果扔不中呢 练了 熟能生巧嘛 我对你也有信心的 总而言之呢 你用心去练 以后我刺的那些账 很可能都被你抢走 对了 我要回去了 又走 都说了不是时候吗 好 好 好 这束花我不拿回去了 你不要 这束花是我的真心和诚意的结合 拿回去会被三三问长问短呢 好 好 好 大老爷们儿 拿束紫玫瑰 不知道搞什么 下次考虑一下买剑兰吧 拜拜 我回来了 回来吃饭你又不早说 差点来不及买菜 我这个人很随便 吃什么都行 但是水水不行啊 你叫她吃这些白水煮的菜 她肯定会埋怨你的 她现在在哪儿 刚刚做完法事快回来了 对了 平时回来吃饭你都会说一声的 为什么今天这么突然 我老板咯本来说有事 临时又说没时间 你老板在追女生啊 她敢 她有什么不敢 你说她这个人有什么不敢 她这个人什么做不出来啊 她要泡妞我也不会知道啊 对了 我先把房租给你啊 不然我怕我自己会忘了 求心追的人是你啊 自己会忘了 她不肯定会忘了 你不想做吧 我去买、你负责 你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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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